这个和风鸣谈恋爱呀 包括结婚呀 整个这个过程 你肯定不少跟你的小妹妹分享吧 你们俩那么好 开始的话 她看我又被伤害 担心她不是真诚的 可能玩玩闹闹就 就拜拜了 后来她看我老公对我那么好 我妹妹也看到眼里 然后也同意了 挺支持 挺祝福的 遗憾的是妹妹远在外地 是的 今天不能来到现场 最遗憾的 但是 但是我们可以和妹妹视频连线啊 真的吗 帮我们接通明艳的妹妹 你好 明本 我们现在在节目现场 和你的姐姐明艳 还有姐夫风鸣在一起 你有什么想跟姐姐说的吗 从小我和姐姐一起长大 我们俩最开始一起出来工作 然后今天找到男朋友了 现在是老公了 是你姐夫了 对 现在应该叫姐夫了 那你也跟姐夫打个招呼 姐夫 我希望你以后 就能像我一样 照顾好我姐姐 我会的 因为我和姐姐 从小一起长大了 所以你也很挂念姐姐去帮啊 对 妹妹 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对 你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 姐姐也希望 你能幸福 好不好 好 哎呀 姐俩视频都 不整个小累人啊 咱说点高兴的啊 明本 听说你也谈恋爱了呀 对 应该差不多半年了 那你得学习姐姐 把姐姐当榜样 你看你这姐夫 特别听你姐的话 让站着不坐着 让坐着不站着 他家那个 也很听话 也很听话的 比我家老公更坦塌 哎 这话说的 这是在点夺你老公啊 真的 很在意我们妹的想法 就是爷里只有我们妹一个 哇 我们也把祝福送给明本啊 早日 像姐姐一样 有个幸福的小家庭 好好照顾自己啊 我也是啊 好啊 其实我相信 为什么明艳的丈夫 会这么疼爱她 真的是一心一意地 好好过日子 相信明艳也做到了很多 来守护自己的爱情 你的爱人做得挺好的吧 风鸣 我不是以前上班吗 都用那个塑胶杯子 盛水 冬天嘛 它凉得很快 怕我肚子喝了以后肚子痛 在我生日的时候 她不知不觉的 她就帮我买了一个保温杯 感动到心事散散的 第一次呢 我这一生中 第一次做到的生意 每次我出去上班了 回到家饭做好了 嗯 你也觉得很幸福 挺好的 其实你们的故事 挺感动我们的 风鸣的执着 还有明艳的乐观 坚强 还有那个能干劲 我估计你们家明艳管钱吧 是吧 是的 你肯定比她管得好 就应该让媳妇管 今天明艳来 也是带着心愿来的 对 那接下来请明艳输出 你的幸福心愿吧 我的幸福心愿是 想和老公一起开个早餐店 开一个早餐店 对 我老公来做 我来卖 我家们收银 看看我们幸福观察团的成员们 会给我们提供怎样的帮助呢 我认为你老公是 打内心里边 服服帖帖 是 打内心里边是爱你 超越了这种身体障碍的那种爱 那我们梅尔木眼科医院呢 愿意出两千元 帮助你实现 开个小餐馆 看到你们两人的感情 我觉得我只能说 这是爱情的魔力 那么我们翠星生薯条呢 出一千块钱的资金来 帮助你们实现自己的愿望 我代表我们福爱家的小餐馆和公司 资助你们一千元 希望达助你们一个小小的目的 谢谢